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你今天住得很平安 很好 结果明天 后天 你就在白虎方 你就输了一个大的电线杆 拉电进来 把这电线杆的白虎方头 把沙印的木来刻图 来像刻 白虎方 木来像刻 很多是在北方 在这个北方 手伤的是肾 在东方 手伤的是肝 在南方 手伤的是眼睛 这个都是有他的方位 所以我们对于住家的附近环境 你一定要很小心来处理 但是往往 你在这里 隔壁也有人住 你也不能随随便便 来把它移到别人的地方来 那就太不慈悲了 所以我要请求王山老祖开示 像这个例子案例 这个案例是白虎方 是伤女人 伤女人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在电线杆的上面 上面你点一个圆圆圈圈的 在我们的视线高度之上 点一个圆圆圈圈的 然后你点好了 然后用右脚把它踢三下 摁妈你别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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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若是你按上去 你发现说力量太小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 住家的这个角落 按个圆镜子 向着方面 把它调到后面去 把这个是调到后面去 镜子按了 你就可以化傻 你不能说 你要把它的刻意移出去 移到别人的家的房子 这样就不平安了 不慈悲了啦 这个例子我们好多好多好多 我印证的结果要他自己 消灾化解 化煞 结果都是应验了 那我们好多好多好处 聊聊分明啊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 我们所学的滑 不是要来把你的 不好的移到别人的前面上 而是化煞 而是化煞 化爽 我们是化煞 把煞气化掉了 那我们住家 你居住了 你就平安 无事 这也是惨的最高境界 所以风水学 我们所传的是化煞维权 趋吉避凶 只要大家依法来修行 来皇冠的未然 我相信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幸福啊 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